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需要什么疑问吗 是信号不好吗 是网不好吗 哈喽 刚才洗了个刘海 因为前面刘海都有点油了 这刘海是我今天刚剪的 这个头发都乱了 因为刚才一直在躺着 前一段时间刘海太长了 就一直就是在两边嘛 然后就因为我自己也不会剪那种刘海 也没有办法把它修理的好看一点 所以我今天看着很不爽 我就直接把刘海剪掉了 对啊就自己剪的 我就是当时刘海都已经长到这了 然后呢 我就是拿剪刀直接 直接把刘海这样子一刀就剪下来了 然后就刚好就剪了这么短 你们知道吗 一刀剪下来的 一刀剪下来的 嗯 我这几天很容易困 因为我就是打完那个疫苗之后嘛 好像我是前天打的疫苗 然后我这两天就很困很困 然后就随便 只要坐着我就能睡着 昨天头还有点疼 昨天去学校嘛 然后起来之后头有点疼 而且感觉全身没力气 跳舞跳不动 明天是晚上的公演可以稍微起晚一点 我真的很困 然后头晕 没有力气 今天今天结束公演之后嘛 然后我们在车上等另外一拨人上车 我当时就坐在那个 当时车门是打开的 然后我就坐在那个车门刚好可以看到的地方 我就在那坐着一开始在那玩手机 后面突然就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很尴尬 外面外面全是粉丝 在那边站着 我在睡觉 好 而且我今天早上根本睡不醒 我本来定了那个八点多的闹钟嘛 然后起来之后 打算跟车去的 然后但是呢 但是 根本就起不来 后面我就说算了再多睡一会儿吧 实在是受不了 太困了 后面 后面起来了之后 然后会会 就问我们 谁没有跟车 然后就可以一起拼车 然后我就和 他们一起拼了车 这个 特别倒霉的是 特别倒霉的是什么呢 特别倒霉的是 我今天 一出门 那个雨就开始哗啦哗啦哗啦 就开始下大暴雨了 出门之前我来看了一下 还好 然后我一出门 那个外面就 倾盆大雨 我一上车 经过那个车 那个车被雨淋的都已经看不到前面的路了 我外力肿还没有完全好 看这边眼睛呢其实还是上面这还是有一个肿的东西的 嗯 嗯 嗯 谢谢玫瑰花 反正这一整段时间 这么长时间以来 就是 好久了吧 每天不是这不舒服 就是那不舒服 谢谢讲文明懂礼貌 为我投了一票 我们周一的时候 周一的时候 组织了做核酸检测 但是我周一下午的时候 要上课 所以我不知道我要怎么着 然后又要做核酸检测 然后又要那个排练什么的 天呐 我现在想想就觉得 好忙啊 主要是我周一还有课吗 然后一想到马上就要总选了 那一段时间 说是必须要跟车 不跟车就怎么怎么样 可是我应该没有办法跟车 因为我要去学校上课呀 不跟车的话 肯定会扣工资的吧 下一个大根蛋白 好项鸵 帽子 好项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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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真的 还要每天必须要出门什么的 这感觉挺危险的 接睫毛 没有接睫毛 是因为眼睫毛有点戳眼睛 我现在眼睫里面要进去的跟头发 吃个薯片 我今天这边的眼睛长卖一种就算了 他还戳进去了一根头发 就很难受到现在都很难受 然后这个睫毛还一直在这边戳着 这边的眼睛 我会放着眼睛 这个眼睛 好 一 gleich 我这一天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 虽然这个薯片也挺油腻的吧 但是 但是和那种 什么油的辣的那种饭 还是不一样的 应该还是可以吃的 我晚上就喝了点粥 这吃上好家属片 好久没吃了 那就是 应该小时候大家都吃过吧 就是这个生好家的这个 烧烤味的 这是这是那个在中心旁边小卖部买的 我那个工业结束了之后嘛到中心之后 然后田田拉着我去小卖部买东西吃 我就在那看着我之前一直吃的那个 是叫什么在这 麻辣牛肉 在那看着 我也不能吃 然后田田他顺手就拿走了一包 哎 嫉妒呀 因为这几天不能吃油腻的辣的东西 也不知道几天 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能吃 反正当时我在那边打疫苗的时候 那些医生护士啥也没跟我说 打完了之后就直接让我走了 然后我突然想不对劲啊 没跟我说注意事想要注意啥呢 虽然我也知道我大概要注意什么 但是我还是想听到就是这种权威人士 跟我说一下 就是具体一下嘛 具体的说一下结果也没跟我说 然后我妈就跟我说什么 哎别吃什么什么海鲜啊 油腻的什么辣的啥的 然后呢 我妈就是那种比较小心的那种吧 就是 我觉得他他不让我吃这些东西 可能我最后两个礼拜都吃不到 所以我又想知道具体是多少钱 从来啊 所以他可以吃有什么样子 所以我还是也有好看 沙子 但是ли fault 我觉得一般人坚持个两三天就不错了 坚持一个礼拜不吃 那些自己写喜欢吃的东西 真的挺难的 我保险你们看我吃啥都挺香的 谢谢药火我投了一票 谢谢提提的卡比玩具我投了一票 哎我就我就寻思着如果真的是 比如说湖南人和四川人 他们打完疫苗之后不能吃辣的 那他们吃啥呢 这不是我真的在前两天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吃啥呢 感谢早安亲亲抱抱举高高想你哦不不不我投了999票 谢谢你祝你万事盛意天天开心 我打算再坚持个一两天吧 我就开始胡吃海喝了 现在真的有点不舒服 我怎么吃了点薯片吃了有点想吐了呢 完了真的不该吃油腻的东西了 收一下我这刘海 感觉有点顶 云姐她好像也是前两天打的疫苗 她说她的反应是犯困 那我跟云姐差不多 我俩这个反应挺像的 没啥力气犯困什么的 然后甜甜 今天我还特意采访一下甜甜 甜甜她说她打这些疫苗都没啥感觉 但是她上次打那个狂犬疫苗 然后她那天就头疼什么的 什么然后还就是觉得很冷 确实因为我和她那天不是去吃火锅了吗 那个火锅店里面空调打的太冷了 她好像刚好在那个风口上 所以就挺挺那个啥的 吹到了吧可能 谢谢AOTY为我投了一票 然后我确实我昨天晚上的时候觉得很冷 我开的那个空调比平时的温度都要高一些 但是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冷 就感觉腿都被动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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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针的疫苗是什么是什么疫苗 对我昨天就是有点像感冒的那种感觉 早上起来之后头疼 头晕没啥力气 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全身发冷 然后今天就是跳完公演之后感觉挺累的吧 就是确实是那种今天倒像是吃完感冒药之后的状况 就是全身无力然后犯困 希望明天就没事了 谢谢聪聪的 baby 张福贵为我投了酒票 哦果然有人和我一样 其实如果我不是要工作和学习的话 我可能也是会一直昏睡过去的 感谢早安轻轻抱抱举高高想你哦波波波 为我投了10票 谢谢聪聪的 baby 张福贵为我投了1票 我今天上公演之前其实 觉得倒还好 但是我跳前四手的时候我是真的没力气 就感觉力不从心和平时和平时公演上面 就是你平时身体再不舒服再难受 你有的时候是能使出来点劲儿的 今天就真的很力不从心 哦我也我我胳膊也酸 我我刚打完疫苗的时候 还觉得 还觉得挺爽的 还觉得挺开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打完的时候 我觉得 大家说的那些什么什么症状 我全都没有 我还挺开心的 后面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胳膊就开始酸了 然后昨天也很酸 今天稍微好一点了 今天好一点但还是有点酸 然后因为这个手一直要拿麦嘛 就一直举着麦 就还是挺酸的 后面后面 我打枪是二号位 然后那个后面那个 要说到哪了 后面我不是去机掌吗 机掌的时候 因为我们我们我们在那边 一般都是用这个手去机掌吗 然后我今天就用这只手在机掌 这感觉很不顺 真的很不顺 就是就是和大家机掌的时候得这样 确实是不习惯 最近不能去剧场了 为什么 是有事情吗 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吗 那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千万不要来 就是自己在家好好待着 别别乱跑 现在这个疫情太危险了 安全重要 想见我的话直播也可以见对吧 还是就是要做好防护措施 到时候见面的时候就是开开心心的 然后那个非常健康的见面 然后那个非常健康的见面 是的 是的这个疫情太讨厌了 哇哦这个疫苗还有解毒药 这么神奇的吗 现在很多地方都挺危险的 还欠两个人那个歌曲 就是点播点歌的那个 欠肖恩一首歌 还有那个易小离 我居然到现在都还记得 卡了吗 现在还卡吗 好上次欠了那两位粉丝的歌 今天可以点 来吧来吧 谢谢90后的信 为我投了一票 是我家的信号不好 不是你家的信号不好 先把上次欠的 人家的那个歌点掉 没事你先找吧 你先找着吧 你们又想听歌了吗 又想点歌了 那我觉得今天也可以点呀 我刚才看到什么了 微博推送的 微博推送了个啥呀 说什么郑州 也有了呢 郑州现在也有疫情了 郑州的朋友们 要做好防护措施 哎呀 这刚剪了刘海就很不听话 一扭一扭的 可见这个疫情 现在真的是有点严重了 我的源号是390766661 谢谢旁双为我送了一个夜碟 对可以今天点吧 因为上次还欠两个粉丝的歌 然后今天就 在在就是在点一次歌吧 反正大家也好久没有听了 好久没有点了 现在群名是什么呀 现在群名怎么了 是有多高级 我都不知道 都没人跟我说 OK他 这个歌是在哪一个APP上面 网易云 你这打网易云 怎么打的是这个网易云 大半夜的听上去怪异语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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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是这首吧 哎呦 你这个歌 这歌名太长了 不行 我得记一下 我要去拿我的笔了 小的伤心的曾经 只留下 红乎的风景 这是什么 这也太长了吧 这是一首法语歌吗 哎等会儿我这个笔怎么没水了 这个笔坏点了 重新换个笔 西班牙歌曲 怎么和我之前学的法语有点像 是什么经过他的生命燃烧的空气 这首歌是在什么平台上 电影 嗯 嗯 这 这个这个 这个西班牙歌曲要在哪搜啊 那我一会就去QQ音乐上搅拌 我感觉我打出来这些字我就得花费五分钟 是你的 哦 我们是你的 我们是你的 打赏 谢谢小弥桑为我投了酒票 谢谢小明桑的鱼票 反正我要去那个QQ音乐上 找那首非常高级的西班牙歌曲 嗯 诶,怎么没有收到呢 那我收一下QQ主题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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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难搜呀 搜到了类似的但是又不一样 啊搜到了搜到了 嗯 嗯 是这个吗 嗯 可以点歌呀 嗯 这个怎么感觉有很多那种弹蛇还是卷蛇呀 好难发音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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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搞笑了 我感觉我完全发不出来那种音 大蛇音 太难了太难了 我真学不来这种 我上次就是说那几句法语搞得我都已经傻掉了 我在想怎么世界上还会有这种音节 诶 你点了什么 我刚才没看到 你现在跟我说吧 Cobbl泽 对 好 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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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在哪里可以听到啊 嗯 什么 星宫眼 你们在说啥 哦 星宫眼的歌 我有看H的星宫眼 但是歌名好像很多都是英文的 我根本就记不住 那就是在QQ音乐上咯 就现在我们团的那些公演曲好多都搞英文的 然后我就感觉每首歌长得都一样 让我听听到底是哪一首我已经我根本记不住歌词歌名 这么多手印在打 得搜我们团 咋没搜着呢 为什么搜不到啊 怎么在网易云我在QQ上搜了半天 我们团的胳膊都在QQ上比较多一点 咋还是没搜着呢 还是没有搜到呀 那我搜专辑 哎 他们这个公演叫啥来着 公演名字叫什么 什么道还是啥呀 哦 终极人物 我记得他们有首歌叫道义有道 我一直以为叫这名字 他没有啊 他没有音的大 真是无语了 他只有上 他只有上没有下 嗯 这 这也太难找了吧 想听个歌都这么 嗯 他B站还没有 哦不是他他还没有出 那就只能去B站 嗯 真是这么烦的呀 怎么 然后我还得从这个公演里面找 在哪一趴呀 是在哪一趴呀 音的大是在哪一趴呀 音的大是在哪一趴呀 有人告诉我吗 有人知道吗 就是尤尼特最后一首啊 照说呀 我还寻思着这是哪一首呢 啊就是这首 我一直在想到底是哪一首 来吧来吧 好了可以听 好嗨 不知道这首歌怎么了 这首歌你们好像一直在 有什么梗是我不知道的吗 英仔蛋怎么啦 怎么啦 哈哈 哈哈 有危险有可爱 像迷人要用毒也灌溉 意义中的存在 我像你曾经伤害 我很喜欢他们这场公演 就是后面那个 那个屏幕我太喜欢了 只可惜我们 只可惜我们不能用 要等他们这场公演跳满20场之后 其他的人才可以用后面那个屏幕 你们是觉得那句很洗脑吗 这是整首歌的灵魂 这一点就在这就在这一句里面了 不是主要是 谢谢2019 08 06 0048 087 RV为我偷了一票 主要是啥呀 那个 他后面那个搞了那个木之后嘛 他后面搞了那个木之后 那个我们之前那个推的那个门就没了 有一些上场的设计可能就没了 然后 那就是他那个木 他那个木我们现在不能用 不然的话那个桑姆威尔就可以搞那个 搞一些东西投在上面 应该也挺好看的 然后现在桑姆威尔跳的时候 那个桑姆威尔 尤其是我们桑姆威尔 就刚好在那个木前面一点点 就是完全看得很清楚那个木 然后就是就是一堆那个 就是真的有点像马赛克一样的东西 谢谢小明桑威尔投了酒票 谢谢小明桑 再次为我投了18票 谢谢小明桑又为我投了9票 谢谢小明桑的 是多少已经有45票了是吗 好了你要点歌了我知道了 感谢旁双为我送了一个夜碟 谢谢 你们有什么想听的吗 对那个木稿的架龄那块 我就没有地方上场了 谢谢2019 0806 0048087 不急而为我投了1票 而且他那个木好像有点脆弱 就不能成太多的东西 不能成重 就说不定就会坏掉 所以要小心对待那个木 没事你们谁想点就点吗 都可以 不急不急 谢谢巧克力 不知道我们新公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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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哪些比较厉害的道具 谢谢不外乎自己就奏 你为我送了一个夜碟 其实其实我个人而言我不喜欢道具太多 我觉得有点就行了 太多的话 就 就怎么回事 就就感觉 就感觉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 就是可能会动作就会少一些吗 就是在弄那些道具啥的 我还是喜欢就是把动作填满一点 就是在那边咔咔跳舞 点一首 only my ok 这首歌是在哪 我我个人还是喜欢把舞蹈编的满一点好看一点道具吗 如果他能够锦上添花那就用 如果就是为了硬拗就搞道具的话 我就觉得也没啥必要 当然了舞台是可以做的好看一点舞台上面你布置那些东西什么的还有灯光好看一点那是那是最棒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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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妈 前面 前面 老龐点了首啥样的声 刚才没看到 好的 下一首就放这首歌了 唐双那首歌是在哪一个APP上面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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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还有一位粉丝也点歌了 也没有点歌就是投了礼物但是还没有点歌 有想好吗 这歌我恐怕打不出来我就先记下来吧 然后一会儿去收 好 好 我怎么鼻子上都脱皮了呀 今天带妆时间太长了 从早上到现在 太长了 我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 就是我每次戴妆时间长了之后吧 我嗓子都很干 就是嘴巴会很干 然后嘴就是嘴巴嗓子干嘴巴干 鼻子也很干 就是感觉整个这边都都在着火一样的感觉 而且而且是每次都是戴妆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有这种感觉 我的水分是全到脸上了吗 我全身的水分都到脸上了是吗 其他地方都没有水分了就很干燥 好了放这手 是这首吗 谢谢不安护自己就做理了我送了一个夜碟 需要点哪首歌 这首歌也是西班牙语啊 你们是想让我学西班牙语是吗 到现在还没开始唱 好难呀 我真的看到了几个单词和法语的一样哎 法语里面谢谢音乐棒 今天就不二十手了吧 因为我今天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我今天想稍微早一点点休息可以吗 十到十五手吧 现在现在已经有现在已经好多手了 我刚才说到哪了就法语里面有很多那个音嘛 就是像是要吐痰 壳壳一样的那种声音 它需要用到你嗓子 嗓子的那个地方的发力很搞笑 就那种 太搞笑了 好 好 好 我是绝对学不会这种语言的 我现在竟然又困了 你那个发音不是那么发了吧 不是本族吗 怎么就成了奔入盒了 谢谢在OEY为我投了酒票 谢谢巧克力 哈喽晚上好 我现在真的觉得我整个这一片很干 需要补充水分了 每一次带妆时间异常了之后 就真的觉得身体上的水分也被吸干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什么原因我想不到 是因为累了吗 是因为带妆时间太久 就说明我工作时间太久 这说明我累到了 我还好吧 我皮肤属于混合的 不是很干的那种 它后面还有这么一大段 这是什么是架子鼓吗 还是啥 它最后还有一句话 好了 我们接下来下一首歌 我现在觉得鼻子都要流鼻血了 太干燥了 那么多变化 是她的那个第一首歌吗 谢谢Angela为我投了45票 哎呀就刘海烦死了好傻呀 好了前面前面前面那几位可以点歌了 是不是只有一位 我也发现了今天没有今天不是日语专程 但现在很多人都点了 点的都是什么西班牙语还有日语的 不能停 不能停 谢谢旁双回我送了一个夜叠 哦送了两个夜叠谢谢你 好了你想听啥看来你还有个想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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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懷疏的気がしてたんだけど 二人は勝手にしてる道は 何も変わらない 夢は近づか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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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どうしてる方は病だ 今度は病じる どうしていただきたい 分かった おやつ 现在还有两首歌 在我的歌单里面 大家快跟上啊 我前面已经没有漏哪些歌了 啊 你说那个日语版的出日 是AKB的吧 是是AKB的 那首吗 下一首是艾薇尔的 OK 是AKB的好多歌都是初心 他们那些歌我都太喜欢了 谢谢 微观世界上 我有送一个夜碟 这是什么歌 感觉又是一首 不是西班牙语就是 就是 是英文歌呀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为什么用铅比呢 因为我们家的水笔 不知道咋回去了 都没水了 你要点这首歌吗 我真的太厉害了 我要在一堆弹幕里面搜索出来哪些是歌名 太难了太难了 前面就是送了礼物的还有投了票的谁还没有点歌呀 还有人没点吗我已经记不住了我今天脑子不太好使 ok 还没想到哪个鱼种 我能打得出来的鱼种就可以 我的iPad可以打得出来的那种字体的鱼种 下一首歌是 诶初遇可以 你们都太有文化了你们知道吧 如来一首忐忑 不知道是哪个鱼种的 未知鱼种 一首说 讲到了 等会等会 我要搜索一下 这首是 前面 前面那首是什么 前面那个早安 你点了啥 什么轻轻包包的那个 你点了啥呀那是 等会 牙套妹 那是什么 牙套妹是一首歌吗 真的是有这首歌了是吗 你们确定 牙套妹 不是 你们听听这种 不忘初心的歌不好吗 为什么 为什么要听奇奇怪怪的 名字听上去就有点奇怪 是吗 视频组又干嘛了 我看了他这个歌词 啊 确实 我们 我们那个中文版的初日 确实也是跟着他的歌词翻 这是大叉不叉的吧 都是那个意思 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 但总体来说表达的那个主旨是一样的 不是 你点了一首西班牙 你点的哪首是瑞典歌曲啊 哪一首是瑞典歌曲 就是那个 下一首吗 那个什么Dreamers 哦 那首歌是瑞典歌 我这是 我感觉我不是在给大家点歌 是大家在给我上课 上语言课 嗯 所以那首瑞 那首什么瑞典 那首日 日 日 日语歌是 应该可以在网易云上搜到吧 我看到了 日月版本 日月版本 是这首吗 你们都好喜欢听日语歌 今天是各种语言大杂会 我喜欢它的声音 日本女生的声音都好高呀 我喜欢 女生唱的歌都老高了 怎么你们有人想念韩语和太语歌吗 今天还没有出现韩语和太语的 今天主要都是 都是欧美国家的歌吧 谢谢 白肉行将为我投了十票 我不是说了吗 下一首就是这首歌呀 下一首就是这首啊 谢谢 微观世界箱 我有送一个夜碟 刚才卡了 今天网不太好 一首韩语 一首泰语 行吧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听韩语和太语歌的 但是我好久没有听太语歌 因为我已经好多年不看太剧了 想当年小的时候还会经常看太剧嘛 然后就会听里面的一些歌 我觉得都不错 哇 这话好好听啊 哇 这话好好听啊 绝了 这首歌就很适合安安静静的听 很舒服 我都想好了在下雨天的时候 拿出来这首歌听一听 就下雨天的时候躺在被窝里面 放这首歌太舒服了 有点多了 这首歌 这是一首歌 这是一首歌 这首歌 你看看 这首歌 你那个肖恩点的那首歌是 是泰语的吗 我猜 是要在是要在那个网易名上搜是吗 好的 这个攻略都给我想好了 在网易名上好搜 是的今天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直播 就是各国的文化都学习一下 怎么了 现在的群名不会真的叫那个吧 现在的群名不会真的是那个很羔羊的名字吧 那别人认得出来那是啥吗 别人知道那是什么吗 别人知道那些少女从议员会吗 我猜是不太好 我猜是不太好 看这个歌词说了啥 就很日系的 前面就是送礼物的 还有投了票的同志们 你们都点好了吗 还有人没点吗 没点快点啊 怎么没人理我呀 还剩下几首 最后再来三首吧 还有三个点歌的名额 大家珍惜一下 接下来 接下来真的非常国际范儿了 我跟你们说 接下来这歌 有什么是瑞典的 是吗 还有你们说的 那个是越南的 然后还有一首 这是哪 还有一首泰文的 还有人没点好吗 很国际范儿 羔羊 咱们来听听这个 瑞典的歌 看看 学习一下他们的语言文化 看看我有没有前置 能学会他们的语言 这是哪一首呢 这是 这是 等会我刚才放的是哪一首歌呀 我刚才放那首歌 是啥来着 我已经不记得了 这全是英文 全是S开的头 但是这首歌 真的是瑞典的歌吗 是这首吗 谢谢不外乎自己就奏 你们有送一个夜碟 这首歌是瑞典的 好的 我啥也没说 确实是我没听过的语种 这一出来就知道 就确定了 我从来没听过 看这刘海烦死了 之前是那样斜刘海吗 啊不是 之前是中分 然后剪了之后 他就很不听话 我从来没听过的 这更学不来了 这个语言更是学不会了 这上面还带着那个拼音符号吗 那是 不是 那是啥呀 是音标还是啥呀 看不看不懂 画为类似 是音标还是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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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他这个虽然也是那个英文字母吗 他虽然也是字母 但是他这个发音和那个字母毫无关系 太神奇了 完全看不懂 这种歌呢 就只能 就只能从哪方面呢 就只能从他的歌词的曲调上面来判断它是什么类型的歌 你要听这首吗 到这里 宇宙少女单 好了 谢谢安芝乐为我投了9票 谢谢安芝乐为我投了9票 应该是45票吧 是的45票 想听啥歌呢 这应该是最后一首了吧 安芝乐今天压轴 对 对 满了满了满了 然后这 这真的 要不你跟我说那个 谁唱的这首歌吧 应该是对 我很期待下面那首歌 叫牙套妹 这个歌非常吸引我 不知道这首歌会不会也非常的吸引我 你们都听过吗 你们好像都听过的样子 其实说不定我也听过 只是我忘了 看来它很火的样子 夹套妹 是那个越南版的吗 它咋没歌词啊 它没有歌词 是这个吗 我听过 我听过 越南话和泰语有点像 还有MV啊 好想看啊 有点想看MV 我一会儿自己偷偷看 下播的时候自己偷偷看 还看哭了 不是吧 它没有歌词很烦 我其实想看它 它那个什么意思 它没有歌词 然后这首歌 这样子的音乐配上它的歌名牙套妹 就已经很雷了 我知道它有中文版的 就那什么错错错 是我的错 它听上去和泰文挺像的呀 下一首歌就是泰文歌曲 你们自己听一听是不是很像 应该没有层了 只剩下纯音乐了 什么 要用这个音乐给我剪视频 这个世界没有爱了 这么猝不及防的就结束了 这首歌 它为什么叫牙套妹 笑死了 哦天哪 明天就八月份了 再过一个小时就八月份了 我的生日月就要到了 好烦呀我不想过生日 可不可以装作没有生日这么一回事 搜到了 咱们来听一听泰语歌 今天这个真的是一个国际 国际语言分享大会 确实和越南的话还是不一样的 泰语有很多那种舌头上 有点像那种 不知道是卷舌还是弹舌 有点那种感觉 这首歌是什么 泰剧霸道黑帮老大爱上我的 主题曲 一听就是一个 哎没准我还看过 虽然我现在没有印象了 但是这个 这不就是我小时候看的那种泰剧的那种 啊不是吗 它不是啊 我感觉好多泰国的电视剧的主题曲 我感觉好多泰国的电视剧的主题曲 都是这种歌曲 差不多都是这种感觉的歌曲 谢谢 其次永远为我投了一票 小的时候看过泰剧怎么 不是很正常吗 小的时候那个安徽卫视不是天天放泰剧吗 然后好像中央八也经常放 什么泰剧 什么韩剧 日剧 还有 还有 中央八还放啥 还放印度的 这反正就 各种外外面的就是影子的那种电视剧 安徽卫视现在还在放 太神奇了 台剧好像是湖南卫视放的比较多一点 这首歌其实我总感觉我听着很耳熟 然后我仔细一想吧 可能真的是太剧好多主题曲都是这种风格的 就是那种背景音乐感觉都差不多 感觉也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唱 也是这种声色 也是这种音色 一难忘是那个 是一个很长的那个电视剧吗 是那个 对 要吗 还有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鬼畜的泰语歌确实也是有的 就两个极端 要么就是在天上飘着的那种很优雅 要么就是非常接地气的 非常搞笑的 确实 然后看泰剧的时候也是 里面的人要么就是那种 在就是高出不声寒的感觉 要么就是那种 就是里面泰国有很多电视剧里面 不是有什么什么仆人吗 庸人之类的 要么就是那种 他们一般都是扮演那种喜剧角色 下一首歌 这首歌这怎么搜啊 画为泰水 是 还我发现有个歌手叫 扣子 怎么会这么搞笑 让我点开看看 扣子 其实人家应该是叫扣子 怎么会这样子啊 我是他哥 我叫扣子哥 我是他哥哥 没状名 没状名 不一样 没想到我弟弟是个歌手 画作泪水 哦 搜到了 这首歌也太甜了吧 我知道下一首歌是宇宙少女的那种 这首歌太甜了 太甜了 虽然听过很多甜甜的日语歌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歌手唱的太甜了 他的声音太甜了 我说 我现在后背有点疼 你来晚了 你来晚了 都已经 我们都已经放了好多歌了 没事 还有两首歌可以听 好用功啊 收拾书桌 我以前也喜欢收拾书桌 就喜欢把它收拾的干净净净 然后特别整齐非常方便找东西 这首歌它没有那个翻译 全是日语 你们在录什么视频呢 不是你怎么都你怎么变成妈妈了 救命啊 救命啊 怎么个个都变成妈妈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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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谢谢奶茶 我是扣子哥我是拽姐谢谢你们居然想做我的妈妈粉不可以 好 接下来是宇宙少女的歌曲 宇宙少女的喜欢 怎么没找到这呢 怎么没找到呢 这全是韩文的我也看不懂了 哪一首是这个呀 拉倒吧还想把我抱回家呢 救命啊救救我吧 你们 你们你们只能做我的弟弟和妹妹粉 来快 没找到这首歌 怎么办 我妈没哭 我妈好着呢 没找到这首歌呀 没找到这首歌呀 嗯 嗯 那我应该搜什么呢 才可以找到这首歌呢 首先是在那个 是在 是在 是在网易云音乐上面吗 你们顾好你们自己就行了 拜托了 别停下小人当妈好吗 先把自己管好 我挺好的 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QQ音乐上吗 我怎么打出胡歌 笑死了 啊果然因为网易云音乐上面没有 所以就只能在QQ音乐上 这不就找着了吗 哎呀太甜了 一来就这么的让人心情愉悦 我心情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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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受到过去的 你会受到那种事 你会受到哪种事 如果有趣 有一点 你会受到哪种事 一期间 是吗你说这话你先看你的ID是啥 你看你头像是啥 哎呀怎么回事他怎么直接跳到这 我不是甜妹我不甜我一点都不甜 这歌词写的好好玩 对这歌词就叫是就是就是用一句非常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他在说人话 然后就还剩下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首歌没听过我不知道这啥风格的 我挺喜欢那种有故事性的歌曲的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其实比较喜欢有故事性的歌曲 我不太喜欢就纯是那种 当然有一些写的很美的歌 或者很励志的歌我也挺喜欢的 就是没啥内容性的歌我不太喜欢 像以前AKB不是有很多那种 歌词就非常的有故事性 仿佛情景在线一样 我就很喜欢那种风格的歌曲 但是国内这种风格的歌曲好像挺少的吧 最后一首歌在哪里比较能搜到啊 我不是喜欢话剧 我是喜欢歌词有内容 有故事性的那种 谢谢 谢谢 谢谢这个早安 轻轻抱抱举高高想你哦 抱抱抱我有投了酒票 这名字起的 竟然还没有换名字太厉害了 最后一首歌在哪里搜呢 不是 不是怎么突然扯到青春哲学了呢 我在说那首什么是谁点的残酷什么什么天使 就是高桥杨子的歌曲 我先搜吧 第一首就是他 看看你们今天点的歌 你们点过一首中文歌吗 只有一首我们团的 是吧 只有一首in the dark 还有啥呀你们说说 确实 那也就只有两首 那也就只有两首中文歌 行啊你们有其他想点的 就下次再点吧 给下次再给我整出来一个什么 哎你们还挺有默契的 我发现 就今天这么随意的 就是点一个歌嘛 你们居然都整整了一堆 各种语言的歌曲 仿佛我们就是无形之中 形成了一个主题 大家都心智肚明 大家都知道哦今天 今天是要走高阳路线 太搞笑了 下一次我看看你们能给我搞出来什么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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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下次就开始就是走那种优雅路线了是吗 要搞这种古典音乐什么钢琴曲之类的吗 谢谢 帽萌萌A 为我投了酒票 下次就应该放一点那种睡前歌曲 或者是那种我叫什么呀 就有些人会听到那种声音入睡 下次可以点催眠歌曲 下次可以点催眠歌曲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不是天天觉得我家那个表 就是很催眠吗 我就要证实 他不催眠 比他更催眠的东西 啊 今天的歌曲点播就到现在就结束了 什么这钟表那么催眠呀 那我也我也没看到你们 就是在我直播的时候睡着了 谢谢 骑四游人 我有投了酒票 你已经睡着了 你是在梦游吗 你现在 你们都喝着咖啡 那这是破费了 看我的直播还得点杯咖啡 看我的直播不是应该点夜宵吗 就是一般我的直播都让大家就是 胃口变好食欲大开 下次点歌 没准什么时候 时刻做好准备 你居然现在才看到我开直播 我 我我前面放了很多 前面放了很多歌 就都是那种大家选的 今天是那种国际化路线 各国语言都有 辛苦了辛苦了这么晚才下班 都周六了还这么晚下班 这什么公司太可怕了 比我们公司还可怕 我要我要准备去睡觉了 太累了 是的我今天看到 就是我在直播的时候 那个微博上面弹出来一个 那个新闻 就说郑州那边也有疫情了 所以我觉得 现在不管是哪个地方都挺危险的 还是不管有没有疫情吧 不管你那个地方有没有疫情 都是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真的一定要重视起来 因为这次这个真的挺可怕的 嗯 嗯 OK 我要去睡觉了 我其实今天一天都在 都在什么中度过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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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晕眼花中度过的 对 打疫苗之后 我真的太容易累了 太容易犯困了 哦 救命了 我 我突然想到我明天还要跳那个 无罪无我 我一会还要再复习一下动作 视频组 OK 我知道了 拜拜 在睡梦中记动作我确实是干过这种事儿 好了我下播了 拜拜 晚安 我要去喝点水 然后睡觉去了 现在 现在我整个鼻子嘴巴嗓子都非常的干燥 非常的需要水分 拜拜 下次直播再见